- 大家好,歡迎收看別的Better You做更好的自己,我是蕭童文 這一集又來到了我們殘忍舞台的現場 那麼上一次我們小鮮肉PK手型男獲得非常廣大的迴響 這一集呢,我們又要讓所有的女性朋友大保嚴服 那到底我們現在把一般帥哥分為哪幾型呢 我們就用韓國的藝人來做一個分別 來看的是第三名是演過皮諾丘的李忠碩 李忠碩他唇紅齒白,一般我們認為他是花美男的代表 真的蠻花美的,你就會覺得他的皮膚怎麼比我還好 再來看看第二名是演過城市獵人 陽光型的,猜是誰?李敏浩 這是非常多女生心目中的偶像李敏浩 他是陽光男的代表 那票選最佳情人第一名的是演過齊皇后 在最新的戲劇裡面演律師的齊昌旭 來看看齊昌旭 有人說他是斯文男的代表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的殘忍舞台PK賽決定 就要以這三個人來作為基礎 斯文男、花美男跟陽光男 現場的女性朋友們,評審們 他們喜歡哪一種男性 讓我們來歡迎陽光男代表 讓我們掌聲歡迎唐維俊 這個比他陽光太多了吧 哈囉 哈囉 嗨 嗨 一下子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這個看到壯碩的陽光男 自我介紹一下,維俊 OK 今年 今年33 33歲 然後現在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自由業 自由業 那 你這個 我可以摸一下嗎 已經摸了 不好意思 已經摸了,先摸再說 這平常有在練身體喔 有 很喜歡運動嗎 愛運動 愛運動 都做些什麼樣的運動 只要球類 健身房 只要任何運動我都蠻喜歡的 那 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 這個 這個 會動嗎 所以陽光男代表 看起來是非常的美如其實喔 好,非常歡迎維俊 我們先請維俊入座 好,接下來就讓我們來歡迎 我們的第二位PK的對象 斯文男代表 我讓我們歡迎高一鋒 真的完全感覺不一樣喔 來,一鋒你好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一鋒 今年幾歲 我今年27歲 27歲比較年輕一點喔 對 平常就是這種打扮嗎 對,我平常都是這種打扮 真的喔 可是我有時候會去運動的時候 就會不一樣的中半 你現在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我自己創業 創業 對 27歲的創業斯文男 聽起來蠻讓人心動的 好,等一下來進行PK 讓我們歡迎您 好,請先就坐 謝謝我們的斯文男代表一鋒 好,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花美男代表 讓我們掌聲歡迎林子健 好美喔 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大家好,我叫子健 子健,今年幾歲 28 28,非常年輕喔 那平常就是這樣的打扮嗎 平常是 真的假的 所以出門會花一點時間 應該是花蠻多時間 你要花多少時間打理自己 其實後來速度有變快了 大概20分鐘內就完成了 那以前呢 以前大概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再也不要說女生出門為什麼要這麼久了喔 其實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對不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要無時無刻要保持最好的狀態 好,謝謝,來,我們請入座 來,讓我們再掌聲歡迎 我們的陽光男微俊 斯文男一峰 還有花美男子健 今天找到這三位哪裡找來的 這三個真的很厲害喔 第一眼還沒有交談 看外表 看剛剛走進來的感覺 你會選擇哪一位當自己的最佳男友 我們請舉牌 天啊 那三號是誰 花美男嗎 好 有四位都把票投給了 紫健 一位投給陽光男 這真的跟我原本的預期不一樣耶 誰可以講一下 你告訴我為什麼好不好 我都看到他就覺得 好帥喔,被迷住了 好,女人果然還是看外表的 好 好,所以我們看到 在第一結論,第一眼印象 我們是以壓倒性的勝利 紫健以4比1比0 擊敗另外兩位對手 女生心目中的理想男友 我們歸納出有8種類型 第一種叫做理工男 什麼意思喔 理工男就是 寶貝,我手機壞了 你幫我修好不好 我電腦又不知道怎麼回事 連不上網了 然後這個時候 男朋友可以 迅速的幫你解決 所有關於3C的問題 這種叫做理工男 喜不喜歡這種男人 超喜歡我也是喔 來,三位現場的男性朋友 認為自己是理工男的 請舉牌 我們看到只有微距 理工方面很厲害嗎 就3C還滿容易的 真的喔 那一峰跟紫健怎麼會不會呢 男生不是都應該要 這些東西很會很厲害嗎 因為我是學金融的 理工方面完全不會 紫健 我就會花錢請人家修理 這也不錯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在第一個 理工男方面呢 只有微距是符合理工男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類 陽光男 那當然 微距一定會覺得自己是嗎 你們兩位覺得自己夠不夠陽光 好 他們三位都覺得自己是陽光 那微距你不用問了 一峰剛剛有講了 喜歡戶外運動 對 只見你哪裡陽光 你告訴我 就是 可以喬裝一下 沒有 個性很陽光嗎 個性陽光 例如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有 面對處理事情都是很樂觀 然後陽光的態度 比較不會容易 負面的想法 對 這種男生其實蠻好的 很怕那種 很灰色陰暗的男人 帶你一起住進他的世界 陽光男很好 好 接下來 保母男 什麼叫保母男 就是把女生 當小Baby一樣的呵護喔 這種很貼心 喜不喜歡 喜歡 請問三位 覺得自己是保母男的 請舉牌 我覺得 唐偉俊 你根本就是自己 為自己拉票的 沒有 是真的 你每一個都舉圈 你真的會嗎 我會啊 真的嗎 你會做什麼保母的事情 請告訴大家 比如說 身體起來的話 就基本的像 sometime 就是 hot chocolate OK 好 這個還不錯 來 一峰 我會幫我女朋友 把衣服燙好 然後讓他們 可以很漂亮的出門 天啊 我這輩子還沒有男人 幫我燙過衣服耶 這個大家分 大家分 好再來 子劍你不是喔 你好誠實喔 為什麼 你會覺得他應該要來幫你 吹吹杯 泡杯茶 咖啡給你喝嗎 我覺得應該是 女生這種能力 自己應該要有啦 對 大家互相 但是一些貼心的舉動 是會做的 例如 嗯 你說陪他聊天嗎 好貼心喔 抱歉 第四個是痞子男 奇怪了 為什麼是痞子男呢 有一句話說 男人越壞 女人越愛 這個壞不見的是他真的壞 而是說他感覺上壞壞的 感覺上不能掌握 好像這種男生也會有一點點吸引女生對不對 在座三位覺得自己是痞子男的情侶派 喔 維俊是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嗎 就有時候痞 有時候不痞 對 你們怎麼定義痞 壞壞 壞壞 來 子劍呢 我覺得痞子的形象不是 因為我自己會注重我的外在嘛 所以我覺得痞子這種東西 應該是女生比較不會去接受的 好 我們再來看看第五類型 傲嬌男 這個傲嬌男講的其實是男生 男生比較霸氣 會不會喜歡男生有時候幫你做一些決定 會齁 來 再座三位男生覺得自己是傲嬌男的 請舉牌 維俊是 依豐是 只見一半一半 覺得自己是傲嬌男嗎 對 有霸氣嗎 我覺得 你什麼星座的 我是摩羯座 摩羯座男生其實蠻傲嬌的 應該講摩羯座男生很硬啦 摩羯座的時候 所以會蠻固執的 是屬於有點大男人嗎 看什麼時候 如果對方拿不定主意的話 你就會幫他做決定 我就馬上決定 其實女生有時候就需要這樣的男生 來幫忙自己做決定一下 只見一半一半喔 看情況是不是 看情況 例如 我自己也很容易 很難下決定 真的啊 什麼星座的 我試試做 試試做 應該是最傲嬌的啊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很多東西我希望給女生 去做選擇 除非她真的很難做抉擇 對 我才會幫她決定 好 第六型的理想男友 叫做 紳士男 三位 覺得自己夠紳士的 請舉牌 唐偉俊我還是覺得 不是來拉票嗎 沒有 是真的 是真的 開車門是基本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很棒耶 就是在國外這是一個禮貌 所以你是在國外長大的嗎 對 好 那 一豐 其實有時候 去外面的時候 像有一些門比較難推的 可能就要 我就會幫女生推 把那個門推開 因為比較重這樣 對 要幫她撐傘 真的喔 只見是說你要幫我撐傘 的意思嗎 因為我頭髮不能亂 這樣子 是這樣嗎 我喜歡女生 對 對啊 因為這種小事情應該 自己會處理 對啊 我是不是在一直讓我進口 對 感覺上你那個飾票 有慢慢的在減少 好 再來我們看看第七個是 花美男 在座 應該只有你覺得自己是花美男吧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覺得自己一半喔 一半 在就是比較可能 出門的時候 或者是可能社交場合 就會一邊要把自己打扮得 比較得體一點 會花的時間比較久 好 再來第八個是 體貼男 我相信所有的女生 都希望男生體貼 對不對 覺得自己是體貼男的 請你去拍 來看看 好 維俊覺得不是 你不要因為我剛剛說 你是來拉票 你就不一樣自己掉一分 為什麼 你覺得你自己不是體貼嗎 有時候我沒有辦法注意到細節 好 那一峰跟子劍 都覺得自己很體貼 我送女朋友 就是她 實習的時候 每一天晚上都去 接她上下班這樣 喔 這個很棒 很舒服 那子劍呢 我是會負責人做駕駛的人 喔 例如 家裡面所有事情你都會做嗎 對 你會洗衣服燒飯 會 擦地 燙衣服 喜歡 天啊 這個是蠻不錯的啦 那我們的陽光男 微距你要表演什麼 背人深蹲 那你要背誰 背主持人 主持人嗎 對 其實我蠻想的啦 因為 好像沒有被人這樣子背起來 舉起來的經驗 但是我今天穿裙子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可能現場 雅婷好不好 雅婷你要不要來試一下 來 來 歡迎雅婷 好 那我們在旁邊看一下 好 來 就這樣嗎 預備 好恐怖 天啊 兩下 要幾下 要停嗎 要幾下都可以嗎 都可以 那就來個五十下好了 五十下 好沒有啦沒有啦 我怕雅婷會受不了 三下 哇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有女王的感覺嗎 有 那會小鹿亂撞嗎 會 夜星要加速 有想要把票改投給他嗎 有在考慮 撞的男人 非常謝謝維俊 好 好 維俊表演完被人深蹲之後 你會有壓力嗎 超有壓力 超有壓力 好那 我們的斯文男要表演什麼才藝 我要講笑話 笑話 這很重要 男生要幽默嘛 看能不能鬥女生發笑 好 來 開始吧 就是有一個原住民 叫安娜 他有長短手 可是他的工作就是去山上 砍竹鼠 然後有一天他就去山上 砍竹鼠砍砍砍砍 然後砍到一個阿拉丁神燈 那通常神燈會 就戳一戳的 神燈就跑出來精靈嘛 那精靈就說 我可以完成你三個願望這樣 那安娜就在那邊 深思熟悅一下 他就說 我想要讓我的手一樣長 然後就 他就說 反了啦 白癡喔 他就變白癡了 好 我們謝謝一鳳的假笑話 好 那子健 你要表演什麼才藝表演 要表演帥氣五連拍 帥氣五連拍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子健的帥氣五連拍 好 1 我們在場的五位美麗的女士們 在我們的殘忍舞台上的第二階段 你心目中的理想男友要投給陽光男 斯文男還是花美男 我們請舉牌 有變喔 來看 有三位要投給陽光男 果然悲人深蹲是有用的喔 好 所以第三階段我們來開放發問 我們請我們的評審來發問 我想問陽光男啊 就是因為平常展現出來就是很man的感覺 會不會就是吸引很多異性啊 那再來就是斯文男 因為看起來比較紋弱嘛 所以會不會就是 就是你的女朋友另外一半會不會覺得 比較沒有安全感 那花美男的話可能就是姐姐的菜這樣子 所以會不會就是你交往的對象 都是年紀比較大 那再來就是 就是三位就是會不會想要步入婚姻這樣 我覺得不會耶 有沒有很多女朋友 沒有只有一個而已 一個接著一個 這樣子的意思 不是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的 一個接著一個 不是 不是 但是你認為自己是專情的啦 對 至少在同一段感情當中不會出軌 因為 這麼說好 就跟運動一樣啊 必須要專心嘛 那我覺得 不管是生活上 或者是事業上 工作上 或是甚至到兩性關係 就是男女朋友的話也是要專一的 嗯 好 那一峰 斯文男剛剛有講到 其實我覺得 我會喜歡挑戰自己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弱弱的 就是會硬起來的時候 對 硬起來的時候 所以你的女朋友一樣 你可以讓她非常有安全感 對 好 那梓劍呢 剛剛針對遺產的問題 都是 年紀姐姐比較多啦 果然是姐姐的菜 好 那還有剛剛問 三位都要問的問題 就是會不會想要步入婚姻 對你們來說婚姻會不會是選項 直接舉牌 欸 三位都會想要步入婚姻 對女生來說其實這是一個點 對不對 很怕交往了半天 最後你根本就不想結婚 好 那這個部分是感情的部分 還有沒有人有別的問題要問 我想請問一下齁 你們對於那個事業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事業是 男人的價值 好 那一峰呢 因為我從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就開始選擇自己創業 邊讀書的時候就邊創業 所以我覺得賺錢對於男生來講 跟事業是一樣很重要的這樣子 嗯 在現在這個階段 有沒有想過自己未來的樣子 就是 超級奶爸 真的假的 好難 就把小孩背在前面這樣 然後用胸肌抖動他 好 那一峰呢 十年後的自己 希望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跟另一半 有事業跟目標 都有一起努力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這樣 所以十年後的自己希望是 家庭跟事業 對 都能夠並進 而且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也是自己的事業夥伴 對 嗯 這其實蠻不錯 只見呢 十年後的自己 還是要這麼花美 對 完全沒有考慮 不可以老 不可以老 這個不錯 然後呢 然後也希望就是 其實我跟那個一峰的想法是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 事業我會希望跟另一半一起 一起從事 然後大家一起往同一條路去前進 對 然後一起走同一條路這樣子 在經過了這些階段的溝通 跟了解之後 現在面對他們三位 如果要選擇你心目中的最佳情人 請舉牌 來 哇 我們看到還是胸肌獲勝 有三位都要投給我們的陽光男 那麼我們看 有兩位是投給子劍 好 我們是不是先請 來 這位來講一下 為什麼會投給陽光男 太Man了 太Man了 就是除了Man之外 我覺得他對於自己的未來 是有一個禮 就是有藍圖在腦中的 我喜歡有點 安全感的感覺 你選擇 子劍 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我們可能工作性質相同吧 所以會比較懂彼此在想什麼 因為我覺得人生道路上 你要找到一個 可能就是兩個人都懂彼此在做些什麼的人 真的很重要 OK 好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的三位不同型的歐巴 到最後看來是陽光男獲勝 但是呢 斯文 南一峰跟花美男子劍 也希望兩位不要灰心 因為其實不難 就把肌肉鏈大一點就好了 沒錯 當然不是這樣 應該是說 整體的感覺要給女孩子安全感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五位評審 謝謝 然後也非常感謝我們的三位來賓 感謝我們的獲勝選手 楊光男維俊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觀賞我們的歐巴大作戰殘忍舞台 希望下次很快的再跟大家以相同的心事來見面 掰掰囉 掰掰